魏南市陕西的粮食主产区 17号的一场降雪 对于冬小麦的生长非常有地 从17号晚间开始 陕西省魏南市普遍迎来降雪天气 庆湾村的麦地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棉被 2月18号一大早 当地农技人员就来到麦地 指导农户雪中追肥 由于温度低 追肥后肥料不易挥发和流失 养分的利用率会更高 去年秋季降雨偏多 魏南部分小麦播种时间推迟 而入冬后有效降水量偏少 土壤伤情不好 这一次降雪可以说是非常及时 党牺校尾苗群中期嫩弱 接降雪恰奇 直到农民群中及时追死 二岸尿酥 瞅进校尾苗群抓花 瞅若抓庄